房子拆迁了 失踪多年的前妻 突然回来要分一杯羹 会分给他吗 前阵子山东的一个刘先生 遭遇到了一个烦心事 他所住的住宅拆迁了 经过各方商讨 他总共能拿到56万的拆迁款 按道理这是一个大好事 虽然钱不是很多 但好歹也是一笔收入 然而当他刚刚把拆迁款领回来 还不到两月呢 他失踪了18年的前妻余某 突然出现了 而且要求分割这笔拆迁款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刘某和吕某结婚多年 18年之前突然妻子吕某不告而别 在经过了几年的找寻之后呢 还是找不到没办法 刘先生只能一纸诉状告到法院 经过缺席审判呢 法院认定吕某已经失踪了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解除了 又过了大概十几年啊 在2021年 刘某所居住的房子拆迁了 获得了56万的拆迁款 然而没想到两个月之后 他失踪了18年的前妻 余某突然出现了 而且说你这个房子是咱们夫妻 共同财产 人家要求分割 刘先生就非常不爽 这都快20年了 你没有出现 而且法院判定咱咱已经离婚了 这是我个人的财产 凭什么分给你啊 然而经过法院审吕确认 这套房子是二人婚后取得的 就是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虽然吕某不告而别 长达18年之久 而且经过法院判决 两个人也离婚了 但是法院判决的时候 并没有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所以吕某他是有权利分割 这个拆迁款的 最终经过法院协调 56万的拆迁款中 有2万算是房屋修缮的赔款 这个钱应当由刘先生自己得 剩下的54万中 考虑到吕某当年不告而别 这些年来对房子也没有进行打理 所以法院只判给他40% 也就是20多万的赔偿款 剩下那30多万呢 都由刘先生拿走 所以即便失踪了多年 只要这个离婚时候的夫妻 共同财产没有被分割 任何一方就都有分割的权利